童老师 杨宇今天来现场了吗 既然 他都已经承认他喜欢小宇了 就 我希望小宇能够来现场 我们把话说开 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 我和他连好朋友都做不了了 虽然说男生是关键人物 但其实杨宇真正的态度 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友情 是否还能够维持下去 现在我们谈论的已经不是爱情了 而是友情的珍贵 来把这家现场打开 因为我觉得 我出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都会很尴尬 那你干嘛要来呢 我想跟亲姐 把我们的事都说明白 我知道亲姐是喜欢薄贤 所以 你喜欢薄贤吗 小宇 其实我也想知道 你到底喜欢薄贤吗 我知道 你的信可吧 有时候遇到什么事你都不爱说出来 我心里面憋着 但是 今天 我觉得 真的我希望我们可以 好好地说清楚 我也希望可以 得到一个你真诚的答案 姐姐我知道你对我 我知道你对我特别好 所以 你说 你喜欢薄贤的时候 其实 我真的 我真的是特别希望你能幸福 那你喜欢薄贤吗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跟你来现场好不好 对不起 薄贤 好 既然你这么难以回答 你先考虑一下 我劝你 最好能够来到现场 把这事说清楚 既然有人可以打破局面 尤其是一个受害者 打开局面 你们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把第二现场关了 我们给小宇一段时间考虑 一下是否来到现场 当然我希望他能够到这来 把这事说清楚 但是 我希望 倩且能够做好准备 考虑清楚你将会面临到的一切 当看到真实的现状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相信 你现在这样 还面带笑容 但无论如何 我们所有的人 都会鼓励你 吃事 好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找此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